《江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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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叫道尔吉尼玛 是国家级非语者文化遗产 江戈儿的传承人 江戈儿说唱是街族民快 故事心强 神受着各族老百姓的喜爱 江戈时事主要讲述了 江戈儿带领十二名勇士 战胜侵犯他们家乡的姚莫古怪 建立一个没有战争 没有饥饿 没有衰老 仍仍拥抱青春 一个浮强和谐成型的 宝墨巴乐园的故事 攻击 英雄世世江戈市 中国优秀文化遗产 国家级非语者文化遗产之一 我的家乡 鲁塞尔蒙古自的县是 江戈时事的成生源头 拥有江戈儿故乡的湄玉 专门演唱江戈尔的民间遗人叫做江戈尔器 我爷爷家竹奈是第三代江戈尔器传承人 国家级江戈尔文化传承人 国际时事学会主席德国博文大学教授 卡尔·约斯福 称这位当代传唱江戈尔时事的杰出代表 是大时级的民间遗人 我很喜欢听江戈尔 于是我七岁开始跟爷爷学习江戈尔 目前已经学会了施掌 跟爷爷学习江戈尔以后 我先后多次到国内外演出 盐套 树仪婆胜 在我的家乡 有一只专门从事江戈尔学习盐套和唱台 这就是我们的排练成绩 仅今年我先培养了100余名小江戈尔器 经过纪念的学习 他们各个都是名副其实的江戈尔器了 我也用心把爷爷留下来的文化成果 教授给每一个喜欢江戈尔的小江戈尔器 把江戈尔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我要和他们一起将江戈尔文化发扬广大 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江戈尔 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江戈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